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黄仁顿时间10月2日凌晨 推特上传出一条推文 迅速占领世界各国新闻的头版头条 登上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爆款热搜 能有此等流量的博主 一般的明星绝对是达不到的 而这条推文的主人 正是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古 推文的内容则是突然公布 他与他的妻子 确诊新冠肺炎 特朗普在推文中表示 他和第一夫人将会在第一时间 开始隔离和康复程序 他们会一起度过难关 据悉 这次亲习白宫高级官员的 新冠病毒的传播链源头 应该来自于特朗普最为亲密的幕僚 现年31岁的希克斯 他于10月1日被确诊新冠病毒之时 特朗普及家人随即也做了检测 结果不幸中招 希克斯在本周内多次与总统特朗普同行 包括9月29日 他陪同特朗普搭乘空军一号 前往俄亥俄州参加总统辩论 9月30日 又陪特朗普搭乘海军一号 前往明尼苏达州参加集会活动 其中在29日的行程中 希克斯被媒体拍到没有佩戴口罩 在如此人员密集 并密闭的空间中近距离相处 特朗普基本在劫难逃 根据一位匿名政府官员透露的消息 希克斯本周三晚上从明尼苏达 参加完集会活动回家的飞机上 就出现了轻微症状 随即被隔离 第二日便被确诊 所幸到目前为止 白宫一众官员除了特朗普夫妇与希克斯 目前并未传出有其他人确诊的消息 副总统彭斯 国务卿彭佩奥等人 新冠检测均为阴性 10月2日中午 NBC放出新闻 在本周二与特朗普进行总统辩论 现场拖曳横飞 激变热火朝天的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 这无形间又给拜登的胜选 增添了些许的砝码 那么特朗普在10月3日 大选到来前的一个月时间 宣布确诊新冠肺炎 此举直接将这场 在非常时期举行的选举 推向更加未知的境地 今天小编就来分析一下 这个重磅消息与变故 对于特朗普以及本次大选 会带来哪些影响 首先就是大选会不会推迟 目前尚未有任何消息 爆出特朗普团队希望推迟大选 同时共和党也已经明确 不会要求特朗普退选 并且参考先例 虽然现在大选情况前所未见 但是就目前形势来看 大选会如期而至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 特朗普确诊 对于大选的最终结果 会有着怎样的影响了 首先在美国大选中 有一个政治术语 叫做十月惊奇 指的就是各方政治力量 会在十月份 故意制造一些 能够左右大选结果的事件 比如公布一些 隐藏的文件或者交易 再比如放出一些竞争对手 曾经的黑料等 而这次大选的惊奇事件 由特朗普本人亲自拉开帷幕 对于这次特朗普亲自 在推特上公开自己的疫情 小编认为背后有着两套 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同时造成的影响 也是完全不同的 从历史数据来看 但凡经历过与健康有关的危机后的国家领导人 民意指数都会有所提升 选民更倾向于在总统患病或恢复健康时 表现出更高的支持热情 这个规律在今年四月 其实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当时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在确诊之后 人气暴增 民调支持率直接比前一个月飙升了17% 有种全英国民众与自己的首相共臨大敌的悲壮感 不过这事在特朗普身上 确实也可能变个味儿 这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牵钱 太不拿新冠当回事了 他曾经一系列的愚蠢行为 比如嘲笑戴口罩的拜登 坚持不懈地举行打行竞选集会 以及让大家喝点消毒水杀灭病毒等 很容易让选民由同情变为嘲笑 这点从特朗普推特下的留言就可以反映出来 小编翻了百余条留言 基本就是一半一半 一半的人为总统祈祷 一半的人在冷嘲热讽看笑话 逃除感染或同情加分这个因素外 也有人分析这是特朗普的竞选策略 原因在于现如今落后于拜登的支持率 让特朗普渴望推迟大选 那么此刻感染新冠肺炎 无法如期参加竞选活动拉选票 将会成为其要求推迟大选的最佳借口 届时特朗普如果被成功治愈 一定会站出来大肆宣传 新冠也就那么回事 自己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总能轻松应对 真可谓是天选之人 从而引发支持率大涨连任成功 这种打法 小编的确需要感慨一句 真的没有人能比特朗普更懂新冠了 当然以上都是特朗普竞选团队 算盘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刻 小编对此也只认同些许 而小编还有另外一套逻辑 感觉更加符合事实的真相 那就是特朗普在大半夜公布自己的新冠疫情 实属无奈之举 我们还说回英国首相约翰逊 现年56岁的约翰逊 在被感染新冠后一度进入重症监护室 差点没走出来 而现年74岁高龄 且体态过胖 平时爱吃垃圾食品的特朗普 面对来世汹汹的新冠 绝对属于高危群组 身体状况一定会出现反应 从而影响到竞选工作 甚至日常的生活 可是看着自己早已被安排满的竞选集会形成表 怎么办 总不能放选民鸽子吧 这无异于放弃竞选 那好 如果强行出席活动 自己气喘吁吁 连路可能都走不稳 让全国人民看到一个老态龙中 奄奄一息的总统候选人 也相当于直接宣布竞选失败 那么此刻特朗普只能实话实说 自己得了新冠 还能以保护选民不被感染为由 取消竞选集会活动 等身体稍微恢复后 也可以像拜登一样转为线上集会 算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从这方面来看 特朗普突换新冠 对于此次竞选连任 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不仅亲力亲为地否认了 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抗议工作 同时也彻底打乱了自己的竞选拉票活动 第三个方面 则是间接给自己的对手拜登送助攻 现如今特朗普落后于拜登7%的民调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政府 处理疫情表现的不满 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下32天 特朗普的确诊 无异于地动山羊的变故 他曾经多次公开表达 美国在应对疫情方面 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 结果非常不幸 他自己却在最后一个阴沟里翻了船 所以目前特朗普需要面对的 不仅是战胜新冠病毒 重回健康 还有就是为自己曾经对待 病毒态度的傲慢 以及对于全国民众 身体健康的不负责言论 挑选一个合理的写事 从而抚慰所有选民的分门 国难当下 曾经的美国民众会习惯性的拥护 支持当前的总统 但这一次 大概留给特朗普的 只剩下一声声的质问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